大家好,本节介绍导金转换器的使用 本期视频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转换的要求 第二部分为导金初代要求 第三部分为转换操作过程 第四部分为转换参数介绍及注意事项 第五部分为操作演示 首先来看第一部分转换要求 第一个要求是使用的导金版本不得高于A56 只支持转换A56及以下的版本 第二个要求是需要的上机文件 是导金生成的000文件 再来看下面的内容 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内容 将以Word的形式为大家讲解 导金初代要求 导金SES122初代流程 点击执行按键 进入初代设置界面 如下图1 进行设定 如果不是SES122 确认确认所有设定与图1匹配后 确认所有设定与图1匹配后 点击执行键 进入图3界面 在图3界面中进行螺纹设定 完成后 点击执行键 进入图4 图4 完成后 完成后 转换至键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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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 点击选拥000文件 选定需要转换的导金花样 参数详解 单系统转换 将花形转换称使用单系统机器编织 双系统转换 双系统转换 将花形转换位使用双系统编织 来打开000转换器 这里的单系统转换和双系统转换的含义 在这里有讲解 锁定系统 这里可以看到锁定系统 如果选择双系统 勾选锁定系统后 会锁定单系统进行编织 最大度目档位 即转换结果中最大的度目段值 最大卷步档位 即转换结果中最大的罗拉段值 高速度档位 设置代表高速度档的段值 如设置为21 如设置为23 即23段标识为低速 起底类型 选择起底编织方式 当选择空类型时 选择空类型 可以看到 多了一个去除挂布保护针 去除挂布保护针 是去除导金特有的编织区域外的起底带杀动作 当选择 当选择1×1×2×2×3类型时 界面新增 喜底添加相经杀空转 和变增区选项 可以来看一下 起底添加相经杀空转 勾选此项转换后的起底相经动作 增加空转 变证据 勾选此项后转换后的花形会做变证据处理 LX1x1 LX1x2 是针对浓芯机器提供的两种起底类型 选择6x1和6x1x2两种方式时 下面会弹出起底板使用非杀杀嘴 和一次压杀数量选项 可以看一下 选择LUX1x1 看到起底板使用非杀杀嘴 起底添加像金杀空转 一次压杀数量 起底板使用非杀杀嘴 即使用非杀杀嘴代替像金杀起底 一次压杀数量 即像金杀和非杀进行一次压线时 允许带入的带出的其他杀嘴个数 完成想要的设定后 根据用户当前使用的机器类型 选择单系统转换 选择单系统转换 或者双系统转换 转换时 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如果用户是直选针机型 及简易机型 请在导金支板中 功能线R4 全部设定为11号设 锁定到左系统编织 并且做花板时 不能有调幕和编织 针法在同一行出现 然后进行初代 并且在锐能000转换器中 使用单系统转换 如果用户是双系统机型 请按当前文档第一点方式 正常初代 并且使用双系统转换 如果用户是单系统机型 请按当前文档第一点方式 正常初代 并且使用单系统转换 如果用户是不带起地板机型 请在导金打板中 按照下图的方式进行做图 并且在图一界面中 选择不使用进行初代 这样花型转换 可以上机使用航定功能 最后为大家进行导金转换器的操作演示 首先打开锐能支板系统 选择导金000文件转换器 弹出000文件转换器界面 选择 目标转换文件 000文件 打开 选择 选择需要的系统数 如果要转换到双系统上进行编织 就选择双系统 看一下这里的参数设定 是不是自己需要的参数设定 然后点击 生成一个001文件 这里可以进行度目段数的转换 如果导金原来是第五段 想转换成自己习惯的段数 可以在这里进行设定 速度也一样 转换就完成了 本期视频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